他是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与弗洛伊德齐名 他是一名科学家 但也是一位灵媒 还是一个预言家 这个拥有众多称号的其人就是卡尔荣格 弗洛伊德出生的时候 有人对他的母亲说 你为世界带来一位伟人 这句话并没有错 因为弗洛伊德此后的成就证明了这句话 而荣格出生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先兆 但卡尔荣格的一生丝毫不比 弗洛伊德差 甚至有有过之 卡尔荣格出生于1875年 他的母亲家族世代为牧师 前后已经历经六代 非常巧合的是 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 这让荣格从小就一直在接受宗教的熏陶 不过虽然身在牧师之家 荣格的童年并不快乐 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 他的父母也貌似神离 这让荣格从小也形成了 优于内向的性格 他从小就知道与自己为伴 自娱自乐地幻想一些人物和自己做游戏 在这种情况下 荣格发现了自己内心的另一半人格 并将自己的两种人格称为一号和二号 后来荣格在12岁的时候被一个男孩推倒 此后数月经常陷入昏迷 很多医生对此束手无策 但不久之后 荣格的这种情况就自己痊愈了 荣格长大后表示 这是他经历的一次精神观能症 虽然他实现了自愈 但他的二号人格却在这次事件后消失 身体也完全被一号人格掌控 在求学期间 荣格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阅读了克拉夫特·埃宾的精神病学教科书后 就对这一视野产生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热爱 1910年荣格来到瑞士的某家精神病医院 并开始进行精神疾病的治疗工作 不过荣格事业的真正起步 还是始于与弗洛伊德的相识 在初次见面的那天 两人一口气交流了十几个小时 可见两人有多么欣赏对方 后来数年里 两人一起对心理学展开研究 出版了心理分析理论 无意识心理学研究等书 成为后世心理学中的经典书籍 不过两人的合作只持续了六年 由于对性和精神分析的不同理解 两人最终分道扬镳 当然 即便是分开之后 两人依然将对方认定为伟大的人 在与弗洛伊德分开后 荣格曾一度陷入迷茫 对未来失去目标 但也正是因为这次分离 让荣格置之死地而后生 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对于洪书的创作 虽然时至今日 洪书出版的依然只是荣格的手稿 没有人能对洪书进行深度的解读 但洪书依然成为很多人 在追求更高精神层次的必读书籍 晚年的荣格开始最新于中国文化 他学习汉字 学习东方哲学 他最喜欢的中国书籍是《易经》 自称是道家的追随者 还为为李贤翻译的《易经》作序 在他的回忆录中 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的一生 当老子说俗人昭昭 我读若昏的时候 他所表达的就是我在此老年时的实际感受 世人也给予了荣格极高的评价 有人说弗洛伊德是心理学上的哥白尼 而荣格就是心理学上的哥伦布 他提出的分析心理学将永远照耀人们前进 当然荣格的一生是伟大的 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荣格 却不是在心理学上的伟大 而是这位科学家 这位心理学家 一生所遭遇的各种灵媒事件 卡尔荣格绝对是史上最伟大的心理学家之一 非常神奇的是 他同时也是一位灵媒 是一个预言者 那么他的一生究竟遇到了哪些灵异事件呢 在荣格和弗洛伊德的合作秘业期 两人也经常为一些见解的不同而争吵 比如作为从小接受宗教熏陶的荣格 就认定神的存在 有一次两人再次因为某些事情争吵起来 卡尔荣格情绪十分激动 他甚至都准备要骂出一长串的脏话 但就在这个时候 荣格的喉动处突然感觉一阵灼烧的痛感 这些话竟然再也无法说出口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荣格不知道为何说了这样一句话 你还不相信神的存在吗 接下来你就会听到一声巨响 弗洛伊德听后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但还没等他说话 突然从身后的房间里 果然传出了巨响声 弗洛伊德和荣格都呆住了 但弗洛伊德还是不相信 他认为这只是一次巧合 不过荣格接下来又说 如果你还不相信的话 你马上还会听到一声巨响 荣格的话音刚落 第二声巨响果然传了出来 这下弗洛伊德再也无法保持镇定 他急忙去到另一个房间 查看声音的来源 原来是一个老旧的木柜子 今年累月之后出现了爆裂 声音就是这个木柜子爆裂 传出来的声音 虽然这件事非常神奇 但弗洛伊德依然不相信 他认为这只是巧合加巧合 不过荣格一生所遇到的灵异事件 可不只是这一个 作为心理医生 荣格治疗过很多重症心理疾病的患者 曾经有一位患者在经过荣格的治疗后 基本恢复了正常 还与一个女士结婚 荣格也受邀参加了患者的婚礼 只不过在婚礼上 荣格感觉患者的妻子对她有敌意 也感觉这个女人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只不过具体是怎么回事 她也不知道 其实这位患者的妻子是一位控制狂 她严格控制和掌握丈夫的一切 对于丈夫对荣格的信任 让这个妻子十分抓狂 所以才对荣格有很大的敌意 一年之后 这位患者在妻子的压力下 旧病复发 但她在妻子的淫威下 又不敢去找荣格治疗 只能这样忍受着 某天晚上 荣格劳累一天 昏昏沉沉地睡下 突然她感觉前额和后脑 被人敲了一下 正在她迷迷糊糊的时候 荣格看到一个人影 从她的床前走开 很快就走出门去 荣格恢复清醒之后 马上去门口查看 结果一无所获 而她的额头和后脑 还隐隐有些发痛 荣格一直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直到三天后 得知患者开枪自杀了 子弹从患者的前额穿过 在后脑位置射出 此时荣格才知道 原来那天是患者的灵魂 来向她告别 当然 荣格遇到的灵异事件 还有很多 比如她后来连续十几次 在幻觉中看到滔天的洪水 满地的尸体 以及血流成河的场景 她一直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 还以为自己像很多精神疾病的医生一样 也患上了精神疾病 直到不久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她才知道 自己看到的就是世界大战 荣格一生最为著名的 除了她的成就和灵异事件 还有一个就是 她在冰死留下的冰死体验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作为伟大的心理学家 荣格一生有极高的成就 但荣格留下的各种灵异事件 又让人对荣格产生了一些神秘的感情 不过 如果你看过荣格的冰死体验之后 或许你自己也会成为一个有神论主义者了 在荣格晚年的时候 她因为某次意外摔断了腿 心脏病也让荣格苦不堪言 荣格已经知道 自己恐怕实如多 不过她已经没有什么遗憾 因此也并未感到恐惧 某天她正躺在病床上休息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漂浮起来 很快就来到了一片虚空之中 她坐起身子向下一看 自己竟然来到了一个数万米的高空 下方是一个蓝色的球 后来荣格才反应过来 这应该就是人类生存的地球 原来地球是这个样子 在荣格的正下方 是斯里兰卡和印度大陆 她微微向左侧身 就看到了阿拉伯半岛和红海 她继续向左看去 很快就看到了地中海 以及她曾经游历过的一些国家 随后她收回目光 又看到了印度大陆上方 有着白色雪山痕迹的喜马拉雅山脉 接着荣格望向印度大陆的南方 这里本来是空空的一片海域 但当她一直向南看到太空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个奇怪的陨石 这是一个和房子般大小的陨石 其他部分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 但在陨石的中间却像是被挖空一般 里面竟然建造了一个寺庙 这个寺庙的入口处 有一个全身有黑的印度人 荣格一生游历过很多地方 不只是欧洲各国 她也去过非洲和印度大陆 也见过印度的寺庙 眼前这个印度人穿着白袍 盘腿坐在门口 一直看着荣格 荣格认定这个印度人就是在等她 于是她就在向这个印度人走去 但在走向这个印度人的时候 荣格却感觉自己的灵魂 自己的精神 自己的记忆等等 都在从身体里剥离出去 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但与此同时身体中还有一部分得以保留 神奇的是 在只剩下这一部分之后 荣格又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实 似乎她剔除了所有的杂志 留下了一个完全真实的自己 当荣格一步步走进寺庙的时候 荣格看到了一扇充满光亮的门 她感觉只要走进这扇门 她所有的疑惑 所有的未知都将得到答案 这扇门里面就是这个世界的终极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荣格看到了一个医生的面孔 这个医生正是抢救荣格的医生 此时的荣格有些慌张 因为她不想回到人世 她想进入终极寻找答案 不过在医生的努力下 荣格最终还是回到了现实地球上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荣格都无法树立起生活的勇气 直到三个月后 她才接受这一事实 这就是荣格的冰死体验 非常神奇的是 荣格被医生救了回来 而不久后 这位医生却离起死亡 荣格认为 这是神让医生带她去死 她冰死时看到的一切 都是神存在的证明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